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央治港方针层面有什么启示呢 我们今天就请来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 你好跟我们谈谈 你好 我们见到今次在政务司司长的任命上 是由一位以往是保安背景 以及有纪律部队经验的官员去担任 以往其实大家的概念就是 通常这个位置都是主要由政务官 以往有这些政务经验的人去担任 今次这个部署上其实有什么意味呢 由一个纪律部队出身的官员去主事的时候 那个执行力又会不会跟以前有变化呢 我想今次中央人事任命 都想清晰传达两个信息 第一就是说 到国家安全问题 以及香港的稳定问题 都是未来工作的重中之重 特别考虑到 未来香港有三场重要选举 接着政府又换届 中央不想有任何差池 会令到这个敌对势力有机可乘 因此有需要强化 特区政府的保博国安全 以及稳定社会的能力 第二点就是说 中央人事都借此 想说明一点 日后那个参与治港工作的人 应该表现出对国家民族的忠诚 以及这个担当 以至在行事上 能表现出这个魄力 勇气和能力 变成这些要素提出来 其实都不是新的 自从中央提出外国这治港 这个问题出来之后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也特别提出这个 对这个参与本治工作的人才 有更高的要求 其中一个就特别凸显他们 能够跟那些破坏一搏两制的人 最能斗争 这种勇气 所以这两个事就传达出来很清楚 就说日后呢 要参与治港工作 你一定要能够 以国家民族为念 同时能够有能力 去体现出这个担当 和这个勇气 以至忠诚 刚刚提到就是说 即是未来有三场的选举 究竟有些什么因素 在这个时候 即是用余下 政府任期的一年 找一些主事过保安的一些官员 去做更高的职位呢 讲一个选举 是不是中间 就是之前有些访问都说过 就是有些风险可能是中央看到 所以就希望在部署上是更加稳固 是不是有这些因素 选择选举 或者政府缓戴 都是容易出问题的 这些时候 会不会有内外敌对势力 乘机在这所谓破坏选举 干扰选举 第二更加重的一点就是 虽然说现在的选举都是 完全是这个爱博者之灯 但爱博者自己都可能产生 一些不同的矛盾和冲突出来 这些事情本身 会不会影响到 那些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呢 中央都不得不留意 所以凡旦这个门界 或者是选举的问题出现 就比较上敏感时刻 所以为什么特意要在 政府只得一年任期之前 都还要去强化这个 特区政府的维护博家安全 社会稳定的能力 可能就跟这个关键时刻有关系 所以你如果今次换了人之后 我相信会有两种结果可以达到 第一种就是说 可以改变过去 就是保安队伍呼笨作战 单打独斗这种情况 令到整个社会 整个政府的不同部门 可以动员起来协调工作 来扶起维护国家安全 社会稳定工作 第二点 有了这样的挑战之后 特区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 保障社会稳定方面 会更加难得跟中央通力配合 令到那些问题都得到更好的处理 中央之前就形容说 有国安法 也有完善选举制度 是一套组合权 特区政府 以至中联办等等的机关都形容 其实现在是由乱到字 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说还有风险是未掃除的 究竟是一个短期的布局 还是长远的布局 会不会预示到 即是未来的管治班子 一定会有更多 纪律部队出身的人才 这个肯定 从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角度看 在那里长期报处 因为大环境就是说 美国在未来这十年八年里面 压制中国的力度和幅度会更加大 会不会更多利用香港 来作为压制中国的旗子 到中央政府不能不慎重考虑 另一点就是说 虽然说现在由乱及治 但是那个治不是稳固 还是比较脆弱的 始终来说 经过几十年来在经营 反对力量和他支持 在香港仍然是庞大的 只不过现在受到压制 他又要掩期政府 或者暂时转量低调 但不排除日后 有机会他会卷土重来 在社会层面 在文化层面 来到他重新来到他发动进攻不出奇 好 等于以后一定是以自律部队来到主政香港 我说未必 问题就是始终来说 第一你可以说 即使说自律部队的人 得到比较高的职位 但是得到职位之后 他就变成文人了 他不再在这里保搬了 所以他的视野 他的行为 他的情绪都会改变 第二就是说 你始终香港日后 不是只有一个国家安全问题要处理 还有很多其他问题要应对 特别是处理好香港的经济 社会 民生 各类型的深层次问题 深层次矛盾 还有思想教育方面的工作 包括博民教育 历史教育 基本法 憲法教育 这些全部都要推动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 怎样去整体来说 改善香港的本质状况和能力 令到香港可以达到长治久安 梁政善治 这些亦都需要大量的文官去做 所以我自己说 如果所谓的 即使多些地理部署的人 去参与政府本职工作 只是突出国家安全问题的严寻生 而不是表示 香港走向所谓的 武班治党的格局 而事实上 所谓的武班 当你坐在那位的时候 始终变成文官 以往大家的印象 在节目一开始都说过 就是很多时 政务司司长 又或者一些高层的官员 都是由一些政务官 经验的人去担任 即如果刚刚所说的 是由纪律部队出身的 一些又或者纪律部队 经验的官员去做 那个改变是出于些什么的变化 即是究竟在一个 政务官的体制上 是不是有些事情要改善 又或者是说 在这个时刻 是需要纪律部队经验的人去做 即是执行力上 是不是有不同 其实原来说 即日后 有几多纪律部队 会参与政府的工作 现在很难说清楚 但问题就是 这两三年来的动乱 中央的确作出纪律部队 比其他人更加可靠 更加忠诚地捍卫国家的安全和利益 更加无畏无据 要继续这个职务 但今次提升这几个部队人员 实际上也都刚才我说过了 要凸显一些重要的爱国者自作 爱国人才的准一 其实也都会激励了其他的政府官员 包括政务官 日后如果你想继续 好像过去那样 发挥在主导政府工作的作用 你就要体现出一些忠诚 可靠 担当勇气 魄力 种种能力出来 以争取中央对自己的欺准 以及为自己日后的事图 作出这个贡献 所以我自己看来说 中央提出这些 通过今次的任命提出的准则 不是表示以后这些部队就是最重要的 甚至唯一的本质 而是突显出中央对日后的主要官员 包括可能高阵公务员 要求清晰化了 不解是 事实上更加密 如果日后有社会人士 参与政府工作的人会多了 同样地他都要在社会工作过程当中 展示出这类政治上的才华 政治上的特质 才有可能得到这个特区政府的高层位置 可否说是在外国者治港原则 和一个确立了宣誓的制度之后 另外一个条件呢 说的是从政者 这些条件严格来说 应该是以前都有的 因为外国者治港不是最近才提出来的 但小平1980年代已经提出来 不过中央总治港的这二十多年来的经验 因为香港出现种种的乱象 种种的管治问题 都是因为外国者未能够全面治港 所以才将这些外国者治港 都看成说日后呢 中央对港务政策部署在重中之重工作 日后才说 无论培训外国者人才也好 或者团结 壮大外国者也好 或者令到外国者更能 驾驭这个特区政府也好 或者令到外国者更能够去取得 香港政治上的话语权也好 这些工作日后 都会继续推展 那究竟在这个情况下 即是由纪律部队经验的人 去担当的时候 是不是在这一年间 都有一些任务 或者有一些政策 是一定希望是由他们的一些 你所说的一些因子 无论是执行力等等上 是要去决策去做的呢 我想未来那一年 不仅是要加强国家安全 那个保障 以及提升这方面的能力之外 还有其他方面 工作你都可以展 例如你二十三条立法工作 要筹备好 要继续用好国家安全法 以及香港本地的一些法律 例如公安条例 刑事罪任条例 都肃清 一些所谓这个敌对势力 而且推展一些有利 解决深层线问题的工作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回来再讲一下特区的未来工作 继续讲清讲楚 我们跟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 刘兆佳聊聊 刚才上一节就讲到说 未来特区政府 应该是要着力去做二十三条立法 邓炳强局长 都有讲过就是说 二十三条是必须立 尽快立 特首也都讲过就是说 未来这一年都会是 营造一个好的条件 给下届政府去做这个二十三条立法 你怎样看这一年可以做到些什么呢 或者保安局有些什么 是未来需要是开始着手处理 这一年其实有很多工作要处理的 特别是搞好三场选举 维护国家安全 还有在这些所谓 深层至社会经济问题 要做好准备功夫 那问题是说二十三条立法 当然呢 因为限制责任 肯定你要尽快去做 但现时呢 你急不急不来 因为你始终都属心属蟲 要搞得清添作作 但我不排除呢 这个二十三条立法呢 一定是下一届政府 重要任务之一 始终呢 因为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 讲到明呢 要搞好这个维护国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周困机制 那二十三条立法呢 始终我们都整套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 是未完备的 因为现在说出国安法呢 只是针对四种罪行 就不在这全面的国家安全立法 但问题是 亚德仁立法本身呢 日后呢 我相信呢 他在立法过程当中 遇到的障碍呢 会比以前小很多 已经有了国家安全法 作为一道背景 已经走过了部分二十三条的内容 另一方面呢 越来越多人知道呢 如果香港不能扶起这个国家安全 维护的责任呢 中央必然出手 变成了如果你继续拖延 立法呢 你只要把人逼使中央呢 就在这个国家安全立法问题上 有短暴行动 那第二 另一点就是说呢 香港那个反对二十三条立法 或者反对要维养国家安全 力量已经小了很多 嘛 特别是在这个本质架架内容 几乎不发挥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三条立法其实比以前容易很多 剩下来的那些 港版国安法没有涵盖的部分 比如这个叛博 这个煽动暴乱 这个防止外部 外部的政治组织 在香港活动 防止香港政治组织 这个 就是和外部政治组织 发生联系 或者保卫国家机密 这些相对现在 港版国安法所行动的内容 是没有那么敏感的 在家为容易处理的 所以我对立法工作 我比较乐观的 但是问题在过程当中 可能要做好这个 在香港的国安教育工作 和在立法库庭当中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应该进行一些咨询 这个咨询过程 可以作为国安教育的部分 来推进 你想形容 即是未来 就算是做这个23条立法都好 相信在障碍上 会比以往少 以往不同界的政府 都有曾经形容过 就是说 要做政改 要做23条立法 其实是需要很大的政治能量 我们看回现在 无论是政务司司长 或者新任保安局局长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无论是主事反修例的一些执法 又或者是在推逃犯条例修订的时候 在社会上的一些意见都很昏运 就是对于他们表现的评价 有部分是一些民调就见到 可能是批评他们不合格的 同时又在警队里面 又或者有些组织 对于他们的支持的程度 都有一部分是这样 那究竟在这一个社会 那么不同的情况下 怎样可以确保到那个政治能量 又或者是未来由新任的这些官员 去做这些解说 去做这些宣传的时候 是能够比起以前的政治能量更大 第一其实你看到新型制之下 有两个特点你要看清楚 第一就是过去的所谓内外反对制力 在香港经过这个保安法的出现 经过这个选举制度的完善或者改革 已经力量大为减弱 很难再引起大规模的反对的声音 和这个行动 更加重要都不是这一点 更加重要就是香港日后的本治形态 出现了什么情况呢 就一个由中央行驶出一个全面本治权 加特推那个权力 加上爱国者的加入 仍然是相当庞大的 比以前大得多 只是背本治力量 这本治力量来说 香港呢不单止推动27条立法 对着它推动很多政策上 和这个制度上的改革 以令到这个香港能够更加 推断经济发展和维护这个社会稳定 所以整个形势都会变化 加上去看大家也知道 如果香港不能够 扶起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 而香港构成的国家安全最隐患 中央必会出手 即是说你不要再以前假设 中央可以容忍香港变成国家安全的漏洞 而置之不理 现在看到整个国家安全形势 相当严峻 我刚才说过 美国肯定未来十年 用尽办法阻止中国拔起 因为他知道十年之后 如果还阻止不了 美国一定要和中国平起平坐 他不能够再视中国 为一个他能够打得低的敌人 所以我自己看 国家安全立法 在一个新的波济原势 新的中央对党政策 新的本地力量的壮大 和反对力量的压缩下 应该是比较容易 但我不敢 当然我不会完全低估最多难度 但始终来说 国家安全问题 既然大家都心知到明 如果不处理都不好 香港一部两制都会面对问题 香港绝对不能成为国家安全威胁 特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在国安法由中央去立了之后 都已经成立了 而且里面的官员的组成 都见到今次作声的几位官员 都是其实在里面 无论是以往做保安局局长时候的李家超 或者是警务处署长邓炳弥强 当时的 现在他们就算是晋升了之后 他们都继续在那个委员会里面 对于说特区未来 在国家安全上面的一些政策 是否其实和以往都会没有大分别 不是的 今次的改动 我觉得是有理计先 特区政府的维护国家安全 和社会稳定的能力 你说到国家安全委员会 基本上是一个上层组织 主要是负责研究问题 分析形势 制定政策 但是更加重要一点就是 执行机制那边 就是能不能够集结 特区政府各种部门的力量 来到共同 去判斥国家安全委员会 所制定出来的政策 和特区政府能不能够团结一致 配合中约维护国家安全的策略 这一点才重要 所以现在来说实际上 我最后都讲过 过去两年动乱 特区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 能力以至统修协调方面都出了问题 今次款式班子改组 实际上只是局部改组 因为新的班子都等待下届 特首出现之后才能完成得到 但局部改组 我觉得主要是针对维护国家安全 来来改组 特别针对未来一年 和我如见的将来 香港所要面对国家安全威胁 是否意味以后这一年的时间 在国安上都会有一些举动 是政府会出招呢 又或者倒转地说 以前的政务司司长 很多的委员会 他都是做主席的 无论是扶贫 青年事务 是否未来这一年的时候 都预示到 即是这一届政府 在其他的这些项目上 可能的进展都会比较次要 而是将个重点 放在国家安全上 那就未必 为什麽 你刚才提到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国家安全 问题是否首要任务 当然是首要任务 但他不是唯一任务 而且事实上 在调配官员波程当中 即是特首都可以 因应政策的重要性 来到由不同的政策局长 去做统修协定的工作 不一定全部都给政务司司长 去统修 过去都看到 有很多重大问题 都是特首自己统修 甚至有些所谓具体事情 例如最近打防疫针 又找了公务员事务 做统修 所以事实上来说 最重要的是说 将工作分配好 令到不同的官员 都可以发挥作用 形成一个合力 来到将大区政府的 管治质数提升 多谢你今天上来讲声讲错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